美机台风来袭新北市应变中心二级开设完成 瑞芳区公所也同步二级开设 各单位进驻应变中心严正以待 而102县道摊方目前尚未复原 区长陈吉正表示将会视情形随时进行封路管制 确保保障民众的生命安全 胖台美机已经发布陆上台风警报 虽然白天的瑞芳不见风雨 不过瑞芳区公所灾害应变中心已经成立二级开设 各科室主管也待命 因为美机威力不容小觑 为了防范可能带来的抢风大雨 瑞芳区公所在汉衣变中心严正以待 我们公所这边进行二级开设的一个准备 同时会配合路上警报的一个发布 我们会进行一级的一个开设 那在上次两个台风经过的时候 在我们这个102的一个线道 19.6公里处有一个大坍塌的一个地点 那这个是在不厌亭的附近 那也是这个我们瑞芳往双溪的一个道路之一 那因为摊方骂目前以环布覆盖的方式 来先确保它不要再有吐石烹溜 区长表示102线因为之前的台风雨水冲刷的摊方 前几天才抢通才单线双翔通车 但美机威力不容忽视 因此将市情形封闭102线道 也维护人车安全 那因为这个美机台风即将来袭 那这个部分我们会跟这个市府的养工处 这个一起做一个讨论 是这个后续的一个风雨状况 会将两边做一个封闭 以避免这个民众在行车 经过此地发生相关的一个危险 那这个部分也会进行跟双溪 跟瑞芳地区当地的这个里长 做一个妥事的一个说明 东北角地区目前还没有感受到风雨 民众也觉得天气没有太明显的变化 但晚间可能会有长风好雨 施工所已经将各道路测钩巡检 在施工的工程也会做好方态准备 杰晨薇 瑞芳 裁缝报道